在承担念书是一个很愉快的经验 就同学相处也很好 老师也都还不错这样子 不是说那种压力特大 但是就是说会让你觉得开阔的视野 影响我比较大当我们指导教授 我的指导教授是张俊燕校长 他跟产业的结合非常强 他跟国外的学术界也非常强 可是我今天写了一个硕士文 他帮我整个修改过之后 居然刊登到国际的最知名的期刊上 他就有这个影响力这样子 他会提拔学生 但是他对学生也严格 跟产业界的关系又好 他当然就是对我们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市场 创业的困难是你有个想法想要怎么做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证明你是有成功的经验的 我们找人才就非常的困难 我们是从两个人开始的 所以说要找第三个人进来 什么等等都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那时候我刚好就回到成大去 我回去他们就非常亲切 就说你看我把这个名单都拿出来给你看 这就是毕业生 成大带给我非常 从一个很比较闭塞的一个学生 比较懂念书 各方面其他都不行 到他一个整体的培养 那我们成大是一个多元化的 因为这是非常多的人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看法 这个是其实对我后面的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我在这边要非常感谢 成大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环境 又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很好的校风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 那才有我们可以有今天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非常的感谢成大 只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加上兴趣 我可以把研究非常透彻 那我就可能会变成那方面的专家 所以就说即便你在学校里头 你觉得自己不是那么的耀眼 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比别人聪明 但我觉得只要你够专注 够持续 你还是可以做出一番成就出来 我认识的毛总是掌握成 他是对研究发的工作 非常支持跟专注 他一直维持就是一个工程师的本色 对技术非常的专注 那比较特别是他对创新的坚持 他对集团掌握创新那个部分 我觉得他的投入是非常的专注 那这个也是他公司跟很多公司不一样的提高 他是非常的以这个成就为导向 为了成就找出他一定的方法 踩着既有的基础 跟随着科技的脚步 引领科技的发展 我期待他能够带出更高的成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